今天先介紹一下我們今天的來賓 應該說很難得請到楊南俊先生 大概很多的朋友應該都讀過楊南俊先生寫的 或是他翻譯的很多很重要的著作 我其實不知道要怎麼用很簡單的方式 來介紹楊南俊 他正如我們今天這個男爪路也中雄一樣 你很難說他是昆蟲學家或什麼什麼 哪一方面 他是一個非常博雜 非常博學 是一個登山家 是一個冒險家 我覺得他是比較像是一個永遠不老的飄鳥 永遠年輕的飄鳥 就是他不斷的在探險 然後不斷的在探索台灣的古道 包括原住民的文化 剛剛我跟楊老師聊天才知道 他現在手上還有很多正在寫的計畫 還有書籍 然後我聽的都很慚愧 因為我現在工作量都還沒那麼多 今天特別請楊老師他特別從台北過來 然後他會幫我們介紹陸野中雄 那麼一開始可能會先放一個影片 大概是剛剛完成的一部關於陸野中雄一部紀錄片 那之後差不多是50分鐘 之後我們楊老師會再幫我們做一些講解 包括他分享他非常豐富的人生的歷練 也許大家不知道可不可以猜出來楊老師的年紀 他的那個人生的歷練實在是非常的曲折 非常的豐富 我們這一代的人都很難很難想像 楊老師日暱時代應該是後期 儲存所以他受過日本時代教育 度過小學 然後後來光復之後 後來念過在那個台大外文系念書之後 他是說他40歲之後才開始爬山的 我原本以為他是大概是 從念中學或大學時代開始爬山 原來是40多歲才開始爬山了 然後一直到現在身體都非常的健壯 那麼今天我就先不要浪費太多時間了 可能我看底下有好多 可能有一些那個登山界的朋友吧 也許我猜 我看起來還有一些 總之今天我覺得楊老師在這邊 大家可能就可以覺得比較輕鬆 有各式各樣的疑難雜症任何問題 我覺得楊老師大概都可以答覆你 好 那麼我們現在就交給楊老師 那麼先給楊老師一個很熱烈的掌聲 歡迎他 謝謝 謝謝彭教授 這樣就可以嗎 喂 各位老師同學 各位來賓 各位 今年剛才彭教授說我幾歲 我是民國20年出生的 所以82歲 82歲但是還是在爬山 每年帶50個人去爬玉山的 所以這個 跟陸尾忠雄 是當然不能相比的 他是今天我講的主題是說 陸尾忠雄的這本書 山雲與凡人 但是呢 因為官司介紹一本書 我覺得是 當然是非常好 如果能夠超次這個範圍 把陸尾忠雄的做人 做學問的 他的一個側面 從影片可以看得出來 然後其他的這個學士的 內容或者貢獻 或者寫這本 山雲與凡人這本書 變成很有名的一個報導文學的作品 非常是受歡迎的這個原因 我們今天這個機會 大家談一談 那首先是放這個電影 這個電影是在今年 就是第四屆的政府出版品 這個出版品每年都有評鑑的 研考會 提出研考會 今年的差不多七千多本的書 政府出版 林務局 什麼單位 什麼經濟部 都有 裡面呢 選出差不多七百六十本 是等於說可以 送到審查委員會去評選 那個七百八十本裡面 再重新日圍的 有多少本 這樣子 然後呢 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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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查 然後再 挑出這個 這個 算是好的 要叫做什麼 書 然後 優等獎 然後最後選出一本書 叫做特幽獎 那特幽獎裡面呢 是 特幽獎 每年只有一本 那今年我剛才 我跟那人 寫的一本書 能高越零到穿越時空之旅 那 這本書的事情大概下下禮拜 下下過月 下過月 可能是在中興大學獎 今年呢 今年得到優等獎的 有三個 這個是其中一個 當然是不是我製作的 我是配合製作單位 這個我們 叫做 博士館 博士館製作 委託一個私人企業 但是在 入圍中雄的學術 還有尤其是他在日本的 這個 寫這個 博士論文 他是理學博士 京都大學 提示動物地理學 還有其他各方面的 在日本的資料 把他原稿 他的老照片 都挖出來 這個已經收進了這個 我們的那個影片裡面 那影片剛才 老師也講過是50分鐘 其餘的一個鐘頭 我本身來介紹 陸葳宗雄年輕時代的 他的 他寫的東西 他的 那個學術行動的畫面 就說明一下 然後剩下 大概一二十分鐘 給各位提出問題 這問題是相關 相關的問題都可以 就這樣 我們現在先放電影 謝謝 蠻羽的法務族 以文式精美的拼板舟文明儀式 船首所雕刻的 死輪狀圖圖案 達物以稱為 Mata no Tatara 船的眼睛 有在航行時 驅邪招呼 指引方向的意義 新建造的拼板舟 新建造的拼板舟下水前 漁獲豐豐富的 漁獲豐豐富的心願 新造拼板舟下水的 傳統儀式 難得一見 每每吸引研究者们前来观察地步 1929年 有几位台北帝国大学的日籍研究者 也来到兰语进行田野调查 他们在当地的住在所前 留下了这张与达雾族人的合照 其中有一位粗犷的年轻人 刚从台北高等学校毕业 独自来到兰语踏查 他的名字叫陆野忠雄 凭着对山林的热爱 年轻的陆野忠雄 已经多次攀登台湾各大山岳 造访各地的原住民部落 渔州出海 劳谷飞渔 本来是外人是不能参加的 但是呢 在兰语的历史上 唯一 早期的时候 唯一 渔血 外人上渔州 去劳谷飞渔 就是陆野忠雄 杨南郡是台湾山岳界的老前辈 古道研究的专家 翻译许多日志时代的研究著作 四十多年来 他追寻陆野忠雄在台湾的足迹 一步一步重新走过 以自然书写来讲 要让我提到崇拜的 如果说真的有一个人 会有第二个人或第三个人 我的名字里面想到的就是 陆野忠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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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野忠雄的研究 着重在台湾的山林 生物与原住民 我们将循着它八十年前的足迹 攀登三千八百公尺高山 搜入银河圈谷美景 跨海开设伐物足 拼板舟下水仪式 背部两千公里太平洋 远赴日本探访陆野忠雄采集的文物 让富人重新认识 这位传奇的学术探险家 我一直在台湾找陆野忠雄的照片 一直都没有找到 那有人给我介绍说 他当时在台北高校的一个同学 就是秋鼎这种医师 我就到他家戏子拿家去访问他 那他就说陆野忠雄我记得很清楚 他经常都不上课 那他有一天就是在教室里面上课 陆野忠雄看到一只昆虫飞出去 他就马上众生从窗子跳出去 追捕这只昆虫 因为他太热心以昆虫研究 所以不但是同学 连老师都叫他昆虫博士 这是他的策号 1906年陆野忠雄生于日本东京 他从小就喜欢爬山 热衷于采集昆虫 中学的时候陆野忠雄看到了 来自台湾的昆虫标本 改变了他的人生 标本箱の中に見事に並べられた珍奇な昆虫や 微礼な蝶の中に南の自然の豊富さと華麗さを見た そして当時東京帝国大学の学生であった江崎亭蔵が台湾版地の暗黒と興味を語られた 山と虫が好きな中学生のご多分に漏れず 僕の難関は高校の受験であった 台湾に高校ができればいいやといった冗談が本物になって 台湘14年台北高校創立 4月には台湾に渡っていた 台湾高校創立 陸野忠雄口中的台北高校 及1922年創設的台湾總督府高等学校 校指就在今天的台湾師範大学 那陸野忠雄來的那一年他是第一屆 原則上來講應該是收120個人這樣子 那陸野忠雄就是算是那120個的其中之一這樣子 高等學校的高等科是帝國大學的預備教育 當時的台北高校校長三澤鳩 鼓勵學生培養自由與自治的校風 高校生們留著長髮 身批高校封衣腳踩目跡成群結隊高談闊論 展現菁英養成教育的開放風氣 很多資料能夠呈現出來說 他們跑到那個譬如說 總督府的前面那邊都有這個警察局 也要損結嘛 尿尿尿完警察就很生氣 然後就追他們就跑跑跑跑 跑回學校來 警察就不敢進來了 又恨 但是又會覺得說 其實你們是以後的那種高級官僚 在一個警察 他也不敢對他們太道次這樣子 在台北帝國大學創校前 台北高校可說是那時的全台最高協議 幾十年來 高校的校友們仍以交業會為名 舉辦聯誼活動 交業會八十五週年的時候 請那個清水婦去擔任這樣子 那他那個時候是一百歲 他是第一期的這個台北高校 唯一還存活的就是只有他一個人這樣子 那他在講的時候 其實他花的最多的時間就是在講 那北中小 那他也講到說 這個他們的寢室裡面 只要有那個那個昆蟲跑進來的時候 大家就要把昆蟲趕走等等 但是陸野中雄是要把那個昆蟲 這個把它抓來然後去研究說 這個昆蟲是什麼昆蟲 然後去理解這樣一個情況 所以他在講的時候我們就會覺得說 哇陸野中雄真的是一個很特殊的人 來台讀書的陸野中雄 卻難得待在學校上課 他大多時候是在山上採集昆蟲 動植物或訪查原住民部落 開拓了許多前人未曾踏足的登山路線 陸野中雄在高等學校 一直到進入東京第五大學那一時代 就開拓了很多的處女風 比如說是建山的縱軸 這是處女的一線 還有這個中央沙漠呢 是中央尖山也算是守燈 還有這個玉山東風的北壁守燈 都是他完成的 沉迷於登山踏查的陸野中雄 因上課時數不足遭到留級處分 差一點被開除 靠著賞識他的三則校長做保 才能在1929年順利畢業 他說陸野中雄以前 常常寫的昆蟲方面的論文 非常傑出 那麼他的主張就是 栽培這樣的學生 才是真正的教育 校長講絕對話 結果其他教授都沒有在講話 校長揮揮手讓他畢業 就為了特別 再等於這樣的學生 不上課的學生 才是真正的教育 你看這個計畫非常有意思 好不容易畢業了 富野中雄卻捨不得離開台灣 反而展開將近半年的高山與離島大踏查 之後才返回日本 在1930年進入東京地大就讀 在學期間他還是抓緊時間 利用暑假來台繼續山地踏查活動 並陸續發表多篇探險紀錄 這些俊勇詳識的文字 後來被收入在1941年出版的 山雲與藩人藝術當中 有一次我到那個台灣風館的圖書館裡面 早就用自然史料的時候 又有看到一本小小的書本 因為大部分都大書本 都是一些圖鑑的報告 突然有一本森林的閃記的東西 我會覺得很好奇 拿來看就是山雲藩人的小本 大概這個小開本 我看到了這個震撼 為什麼 他寫的就是陸爺中雄 怎麼會有這樣的書 山雲與藩人 可以說是台灣最早出現的 高山技型文學的代表作 那本書我記得出來的時候 已經是到了1940年代初了 才出版這本書 可是這本書我驚訝的是 我那時候是在1980年代翻到 40年前就有一本 跟自然山零有關的書寫的賞文結集出來 我以前都不知道 這本書啊 日本原字 書名叫做 它真正的意涵是我跟山 我跟山上的白雲 我跟原住民同伴的互動 山雲與原住民 這些跟自己啊 都已經融合成一體了 柔らかい食感を持って 柔らかい食感を持って そっと掻き抱くような紅皮と 新高雄夫の麗しい信用 大陸 森のこの下道は 人の心を優しくする 天空子 兵師 雀門 壁を通して 漏れてくる 天白鷺の音に聞き入り 無邪気な小鳥の声に見澄まし 果ては森を離れた白雲の動きに見とれては 僕の心は 間もなく全く平成の故郷へと帰る 一万弱内外の高度に至って 森林帯は活然と開け 鉱山系が現れる シナ西部の鉱山に生育する 新高白心が低口を這い 緑の虫色を展開する また、新高尺投げが驚くほど大きな群落を表し 絢爛たる花園を見せることもある また、新高尺の賄出を見ることもある その農民の浴場が最初に入っている ご視聴取のの中で 一つと、どのようなニャンに入っている みんなが知らなくなっている Actually、平均地生のような人と それがだと思う そのような人とは 是一個收齊好奇 當他進來慢慢的慢慢的 我覺得這是台灣的山 台灣的原住民的多樣性 讓鹿野中雄學了一堂 非常重要的自然課 這堂自然課把它淺移默化 變成一個把台灣當作自己家園的人 這張有趣的照片 顯示了高校時期的鹿野中雄 為了鍛鍊體魄 即使是冬季也常常打著刺伯 1920年代 日本在殖民地台灣的統治者 轉為開明的文官總督 當時為使學生養成強健體魄 總督府鼓勵他們到山地見習 登山風氣盛行於各個學校 尤其是在台北念書的那些學生們 他就組織幾個人 就比如說四個人五個人 他們就去山上 然後就健行 對於是一種健行 那健行這個活動 尤其是暑假的單中 非常多的學生也要進去 那這個時候呢 就這個住在所 就提供他們所需要的服務 警察就幫他們找個原住民來當祥島 住在所是日治時期分佈在台灣山地的警察駐留據點 當時一般人要進入山地 除了要先獲得許可外 多半會以住在所作為基地 南投的八通關住在所 就是陸野忠雄攀登一山時常常借助的據點之一 他在山地踏查時 大多戴著圓盤型的探險帽 背著母親送的萊卡相機 四處拍照記錄 還隨身戴著他的寶貝煙斗 休息時抽一口煙 是陸野忠雄登山時的樂趣之一 原住民朋友是長期在台灣山林踏查的 陸野忠雄心中最挂念的羈絆 1933年夏天 剛從東京帝大畢業的陸野忠雄 在台東卸購了日後被他暱稱為 阿米獎的脫胎布點 脫胎是花蓮的阿美族青年 曾到日本留學精通日語 兩人一見如故 自此脫胎義務擔任陸野忠雄踏查駐守 隨他跋涉千山萬水 前後長達九年 他的駐守脫胎布點是帶一支木槍的 他就交代他說 我們抓這個鳥的時候 不要用槍 用弓箭 他就是因為嚮往原住民的生活方式 所以連採集標本的時候 要特地用原始方法 所謂的探險家就是說 前面有幾個嚮導 然後他們自己一個警察的隊伍 然後他可能跟其他人一起爬山 然後後面有一大堆的坡塔 或者什麼人幫他背食物 可是陸野忠雄不是耶 陸野忠雄雄雖然也會參加這樣的旅行 可是大部分的時候是他一個人登山 或者是兩個人 他跟另外一個像島 這樣的登山 你想想看在1920年代 在1930年代 有多少人可以做到這樣子 他到底不帶自己的登山口糧 他是跟原住民的這個獵人的同伴一起吃這個芋頭 然後有一支醃製的那個辣椒 然後像輪流啊 咬一口 然後芋頭吃一塊 就這樣人裡下去 然後甚至於抓到一隻野鹿 那個鹿肉啊 鹿肝啊 鹿腦都是生吃的 他是這樣子 都是完全是要原住民化 所以他自己說 我已經有信心成為一個高山原住民的一個藝人 為了親身體驗 鹿野忠雄在三年間的踏查行蹤 台灣師範大學的張樹斌師生與我們一起組成踏查隊伍 前往80多年前 鹿野忠雄多次攀登的學術看線舞台 在學術看線舞台 學術看線舞台 我們到那邊日夜溫差非常大 晚上 溫度馬上就下降 所以這個飽暖的帽子一定也要戴著 那麼這個飽暖帽子是... 試探的過程當中 其實就會發覺要... 要成為像鹿野忠雄這樣的一個學者 是非常不簡單 第一個 他是一個佛物學 或是他多元或專精 第二 他有很好的體力 第三個 我們在他的文章當中 其實他對藩人 其實帶著一個很平等的觀點 去對待 去看待他 所以我們要打聽 去看 去看牠的結果 來看牠的那樣 那樣 我還是要去看牠的那樣 這樣那樣 哪樣 泰雅族稱阿波哈蓋 意思是雪塊崩落的大山 形容積雪豐厚的壯麗景觀 據說 烏野宗雄早在高校時期 登山雪山山頂時 就觀察到地形學上成為 圈谷的特殊地貌 這種圈谷地形 或者是冰斗地形 它基本上是一個 冰河來過這裡的一個 非常直接的證據 插痕也是一個很好的證據 如果我們能夠在 冰斗前方的那個冰坎的 沿面上面看到一些插狀痕跡的話 那這幾個證據 譬如說插痕 冰坎跟原護狀谷地 配合在一起的話 那更有說服力了 陸野宗雄在雪山地區 一共調查到35個冰河圈谷遺跡 這些研究報告發表時 震驚了日本地理學界 陸野宗雄最早是1932年就發表了 然後最後1934年各有一些發表 台灣有時候其實對當時日本來講 哇 他們也蠻震驚的 這麼低的緯度的地方居然有冰河地形 地理調查之外 台灣高山生態也是陸野宗雄長期研究的題目 1933年 它與著作脫胎不點 完成平均海拔3000公尺以上的 聖林縣歪形縱軸撞擊 途中除了觀測地形之外 他們也獵捕許多鳥類與動物 做成標本 在80多年後的雪山 我們遇到了現代的高山生態調查隊 他們正在進行的研究計畫 就是要以當年陸野宗雄留下的資料 做比較分析 以瞭解雪山地區長期的生態變遷 當年日本人也沒有像他那麼完整 系統那麼性能那麼完整的調查 所以等於說這個剛好就可以做一個對比 其他日本人都沒有做類似的東西 沒有沒有 其他日本人都是 基本上都是一個小區做 或者就是說他到處採集 比較沒有像那個魯尾宗雄很系統的 這樣一直做上來 我們這個計畫的中心思想 其實是調查就是雪東雪祖先 然後一路到翠池 究竟有哪些哺乳動物 因為過去做這種全部不如動物的調查 已經是陸野宗雄時代的事情了 就是上一個做的就是陸野宗雄 現代的生態調查 藉助先進的儀器裝備 但陸野宗雄當年 不僅工具相對原始 還得長期忍受種種野外生活的不便 他與脫胎攜帶的糧食用盡時 就把做標本剩下的薯肉當作食物 這種是生薯 我會剪耳朵 因為耳朵就是之後 我會留一些DNA組織 那譬如說日後其他研究需要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用耳朵來抽取他的DNA 做其他的研究這樣子 369 編號803 熊的 果然沒有膨大 體重19.0 早期的日本學者來的時候 基本上他們對台灣太陌生了 那但是陸野他不是這樣 他是完全自己下去調查 所以等於說在我們動物生態學的話 他等於是台灣第一個建立所謂田野生物學的一個典範 就是一年可能365天裡面 他可能200天在山上做調查 相隔80多年後 年輕的生態調查隊員 是怎樣看待陸野忠雄 這位全輩所做的一切呢 陸野忠雄如果是以在台灣的研究生態調查的話 他可以說是神 這樣講不知道會不會有點誇張 我們現在這樣山路都開得非常的方便 就是很舒服有山路啊 那在過去比較惡劣的環境 因為畢竟是以前嘛 那山上幾乎都是一個原始的地方 然後沒有開發 那他就是憑著他的熱忱 然後帶著原住民的條夫啊 或者是一些香道 然後就上山做調查 而且不只針對一個物種 或者是哪一類的動物 是整個通盤性的人文啊 地理啊 或者是生物啊 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對啊 所以很不簡單啊 尤其是那種對於他的那種過去的那種熱忱 然後可以做這樣的事情 真的是很不簡單 對 就覺得對我們來說 可以說是神啊 要上主峰囉 還500公尺喔 加油加油 依循著鹿野忠雄的研究報告 我們走在他曾踏查過的圈谷中 我會覺得我這次踏的步驢 那個深度都至少是發生 你說沉重也好 但是我覺得帶了更多追索的念頭 跟一些的理想性 攝影機 暖かい南の海上にそびえ立つ 高山島の頂に生まれる雲は 内地の雲とは区別し得るように思われる 水分をより多く含んだと想像される台湾の雲の流動感は 北のものより粘着力があるようで これが山肌にもと張りつき あるいは一人離れ あるいは続襲する体感は 何物にもまして筆者の胸を打つ 就像陸野忠雄所描繪的雲 他的研究領域也是豐富多样 悠有地跨越学科界限 天才的な人物だったと考えています 南雲 位於台湾東南外海 救命 紅頭雨 陸野忠雄為了研究昆蟲 於1927年首次前往南雲 当時他在島上採集到 幾隻新品種的球背象鼻蟲 华来市修正縣的證據 漂亮 球背象鼻蟲原産于菲律賓一带 但這台湾本島却未曾發現 顯示南雲與台湾兩地 在動物地理的分布上有所區隔 藉著這樣的證據 陸野忠雄在1930年代宣稱 作為東亞與大洋洲地區 生物地理分界的華萊市縣 其北端應該從菲律賓西側 再延伸到南雲與台湾之間 當時在台灣的日本生物學者裡面 沒有人像他對南雲那麼熟悉 所以他就把華萊市縣 從菲律賓拉到南雲 他的縣很特別 南雲島上儀式獨立的達烏族 長久保存著獨特的生活文化 深深吸引著陸野忠雄 高校時期以來的十餘年間 他多次前往蘭嶼踏查 因此與族人建立了親密深厚的友情 他最特別就是他跟原住民很好 所以他從原住民裡面獲得很多相關原住民的資料 然後把這資料有系統把它整理起來 然後變成我們一般所謂科學的論文一樣 所以這個很特別 我想因為他這樣他才會 在1930年之後他才會shift到NHH去 他可能要去把原住民的一些文化或相關東西 要把它有系統把它整理出來 有必要被人家認為說他是一個官族 那種落後的這種部落 對 日治時期稱作亞美族的達悟族 總是親切地稱故野忠雄為Sikano-san 雖然有許多日本學者曾到過蘭嶼 但只有他被允許登上平板舟 一同出海勞品飛行 這裡有活動嗎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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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們日本人來 把情報的地方都是在這個前面 都是在這個建築物底下 豬野忠雄待在蘭嶼時 總是借宿當地住在所的宿舍 還戲稱這是他在縫頭裡的別墅 他們的那個日本住在所就是在這個 這個樓房 對 就是這個地方 以前是屏房 對 以前就是那個屏房 木造的 所以他原來這個區塊都沒有改變 沒有改變 對 只是建築物改變 就是在這邊 下水也是 同樣的地方 是同樣的地方 現在有船的地方 剛好是他住的地方 就是在那邊 在所的旁邊就有大船建造 對 所以他要拍要怎麼寫 非常非常方便 陸野忠雄在蘭嶼拍攝了數千張照片 完整紀錄達悟族建造拼板舟 與新船下水傳統儀式的過程 之後這些照片被結集整理在1945年出版的 台灣原住民圖譜亞美竹篇一書 他特地用英文撰寫這本圖譜 應該是希望能向全世界揭露 達悟族卓越的造船技術 與獨特的風俗文化靶 我們在蘭嶼 探訪到曾親眼看過 沐野忠雄的達悟族齊老 他回憶著當時的情境 我看得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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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讀過這裡的環同教育所 所以都記得 他青年跟他看到 那個時候 陸尾忠雄住在這裡的時候 我是十歲左右 每天都有看到他 那時候 那時候 陸尾忠雄也跟著上山 人家砍木頭 住做 做醜婆 他也是對你在山上做醜婆 他也是在山上做到 還要住 他不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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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山上做 他不是好 他是老人 他不是好 是加油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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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カノさんはちょうど1945年にボルネオで亡くなっているんですよね もう行方不明になっていて 彼がもし生きていて戦後も活動していれば なかなか面白いことをやっていたんじゃないかと思うんですけど です 是什么样的热情让陆野忠雄 对台湾的自然山林 对台湾的原住民如此的着迷 陆野忠雄当年的研究成果 尽都保存在日本 捐寻他的足迹 我们将飞往日本 造访几个与陆野忠雄 有密切关系的典藏机构 这里是日本长民文化研究所 他的前身就是著名的 日本银行家兼民俗学者 色泽晋三 在1921年创立的格罗博物馆 1937年起 陆野忠雄在色泽晋三的资助下 每年都到台湾踏查研究 他所收集到的原住民文物 几乎全都寄回格罗博物馆典藏 物换心仪 这些产品如今已存放在大阪的国立民族学博物馆 成为该馆典藏的重要基础 柯野忠雄の研究の特徴は 现昌民族学博物馆的五千余建台湾原住民文物 当中有许多建事由陆野忠雄采集获得 为了表彰他的成就 館内特别设置了台湾原住民族的文化展示专区 除了有人住民文物以外 民族学博物馆的人员 也向我们展示了陆野忠雄 调查台湾高山生态史的记录手稿 这个是雪山地雷 好类的记者 这个是陆野忠雄所归的地图 他发现山珠的地点都标明在地图上 这是动物地理学的研究过程中 他自己制作这些地图 他甚至于这种粮食还有工具的分布 都是在地图上表明 这个是非常细腻的自然科学者的做法 民族学博物馆的史料中 还有当年陆野忠雄踏查时留下的 罕见肖像照 这个是陆野忠雄博士在山区进行田野调查的时候 可能是随行的原住民朋友给他造的 这种照片是稀有的 当然来自然科学院虽然比较老师的博物馆 i know you have to paint it i know you have to keep it there's the details 仮野忠雄 野忠雄 研究 成員 i know you can i know you can an 它是顏色的 它是顏色的 素晴 作為行動派的研究者 木野忠雄在東京地大公讀佛事學會的過程並不順利 因緣際會下 他改向京都地大提出博士論文 題目就是他在雪山的動物地理學研究 他讓我看喔 鹿尾忠雄雪山山脈動物地理學的研究 這是鹿尾忠雄的理學博士學會論文 是這樣的 這個是 這是 雪山祖風 這個是一號圈谷 這個是祖風 這個是北陵角 這個是聖林縣 這個是雪山南風 這是從東風這邊 東邊照過去的 台灣的鹿尾忠雄的研究 台灣的鹿尾忠雄的研究 一番すごいのは 博士論文的 杉高山 石山的動物地理分布的調査 高さを全部調べて 一種類だけでな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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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抑えてやってるっていうのはすごい画期的ですね だからあれ以後にそこまでやった仕事は多分今まで見てもないんだと思うんですね ここに4800匹という高さがあります はい 這個是陸位中型博士在台灣三区採收到的標本 那麼這個每一個標本都有一個標籤 例如說這個是台灣南部屋頭山所抓到的蝙蝠 那這個蝙蝠和這個標籤寫說屋頭山 在這個1930年採收著是寫T.Cano 陸位中雄 他本身的名字 1941年山雲與藩人出版的同一年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 在戰爭的陸位中雄中雄 在戰爭的陰影下陸也中雄加緊整理十餘年來的研究成果 出版了台灣原住民圖圖寫了台灣原住民圖圖 他還籌劃撰寫東亞西亞民族學先史學研究 十大策專論 但命運的擺佈讓陸也中雄無法實現這些計劃 1944年他接受了日本陸軍委託 前往佛羅州調查當地原住民 一年戰爭結束前陸也中雄在兵荒馬亂中失去聯繫 就此消失在熱帶叢林裡 當時他才38歲 僕はいつしか海を渡って揺るぐ この山奥に訪れてく自分のことを考えていた そしてその情熱を客観していた 雄大な山並みと原始の森と素朴な万人 好奇と冒険と多彩な風物の織り出す台湾の山岳は 今では僕にとって話すことのできない存在に思えた 僕は毎年それらの物が壊れない限りは 万難を這いしてこれに吸い寄せられることであろう 描くまでに結ばれた因縁の動機を 僕は心の中であれこれと考えてみるのであった もう一遍 この旅の最後を飾る参考がしてみたい 录也禁止女士曾經表示 その二つ目の前に彼女は 彼女は仲間にであった 彼女は誰が去世の中で 彼女は仲間に住んでいけない 彼女はとても真実の中で 山水一直在給入野中央上課 讓他從一個昆蟲少年 變成一個博物學的青年 然後到一個 變成一個 把台灣當作是自己家園的 一個日本學者 等於是他把他一生 一個Live 全部放在台灣的山林 的一個研究上面 然後就 對台灣的山林 對台灣的自然 對台灣的動物 他是 等於是 一輩子都在研究他 雖然他算很可惜 但很早就去世 38歲 39歲就去世 不過在這個過程中 大概沒有一個人 像他對台灣的這種自然 奉獻那麼大 入野忠雄生前的好友 國分之一 曾這麼美麗 法務族人傳說 畢上的人死後 他們的靈魂都會升天 變成閃耀的星星 好像相看於天上的眼睛 入野博士去世後 一定也會變成 他的法務服朋友們 每天晚上所注視的 夜空中的一顆星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倌錫疫苗 幕志愿者 宇宙 午畢 耳朵 瑪 D 想要寫陸尾忠雄的學士的全部 但是至少能夠可以看到他做人做學問的一個側面 他陸尾忠雄是這樣的 本來是剛才劉寇鄉 說他的原著看到他笑笑一本 其實沒有那麼小 他是這樣的 各位等一下也可以看 這是日文的 這個是他自己在太平洋戰爭的發生的 四個月前就是出版的 但是那個時候物資已經開始有些開始統治了 但是他能夠自己設計 比如說這個蜂皮是雅馬布 他們以前叫雅馬布 然後這個上下都有這個 他最喜歡最愛的這個島子的 象徵他寒波浪的一種圖文 那裡面呢有寫這個山有雲 他最喜歡的台灣的山台灣的雲 他上下就是他自己畫的 然後下面呢是布農子的 所謂這個農勢粒一種一種刻在那個木板上的一個形勢粒 比如說某年幾月就要吃粒 然後做什麼播種或者收穫什麼 都有這樣一種用圖案的方式寫的 那比如說這個一頭豬在這裡是打獵的日子 這個也是陸尾宗雄畫的 所以他就是說他活了38年 一生中的最珍貴的20年 全部奉獻給台灣 那為什麼我們對陸尾宗雄這個人呢 是特別欣賞 就是說現在的我們的大家跟我一樣 就現在世界變成一個好像一個家庭一樣 我的以前一直活到今天呢 最大的信念是說 我們是不管是白人黑人或者是美國人日本人 或者是南洋的土人 凡是在生活在台灣土地最快土地 留下一點足跡 留下一點學術的一個東西 他這個人的 他一生 他的學術的成就啊 成果啊 通常是我們全台灣人的共同的財產 基於這個信念呢 我是把過去60年被忽略的 日治時代的這些偉大的學術探險家 陸尾宗雄是其中一個 把他的原著把它翻譯出來 然後呢 是給我們 我們土生土長的台灣人 能夠知道是說 我們還沒出生以前 已經有那麼多的 那麼多的先驅者 尤其是學問的 學術的先驅者 流汗流血 在這裡發達那麼大的辛勞 然後在這裡 建立了一個我們的學術體系 那陸尾宗雄是其中一個 那這本書出版之後啊 沒有引起特別的注意 但是呢 各位看看這本書 這本書 這本書是新書 這個是山羽與凡人的 在日本重新的代表 原來在十多年前 我們台灣的一個叫南天書籍老闆 魏德文在參加東京的Buffet 東京書展的時候 就是把我翻譯了這本書 《山羽與凡人》這本書 就是中文的 我自己把它翻譯出來的東西 在列在這個東京的國際書展 國際書展之後 這個日本的一個學者 不是啦 一個出版人 一個老闆 叫三田先生 就看到 就問那個南天書籍的老闆 為什麼 這本書 抱歉 你在錄音 抱歉 我站在這裡 這個看到這本書 他就說 哎呀 這本書 我們的日本人都把它遺忘了 這遺忘是很正常 因為陸偉忠雄是 從剛才影片上看到 他是高等學校創立的時候 創立年 就 就來到台灣 他是第一期的高等學校的學生 就是蘇漢 國立蘇漢大學的那個前身 那一直留在台灣到畢業 但是呢 他畢業那一年沒有馬上升學 他是全年都是在台灣登山 所以國一年之後 再考上了東京帝國大學 現在東京大學 那在大學期間 他有繼續每年都是到台灣來 然後呢就繼續進修 就是現在我們叫研究所 日本人叫做大學院 研究所就是大學院 要繼續練習 換句話說在大學年時代 還有研究所的時代 他一直都是在到台灣來 都是停留很久 比如說剛才有看到那個南語 他一輩子 一共去南語10次 那麼全部的日數加起來是340天 等於說接近一年的時間了 停留在那裡 我們一般人到南語 可能是在觀光 還有做各種活動對不對 他是一直都是在研究 我們亞美族的文化 剛才影片上有看到都是他 上山砍木頭的時候 做記號 然後砍木頭 然後做簡單的一個 一個切片的工作 然後把那個完全沒有 然後完成了成品的 把它一件一件的搬下來 然後在自己的那個南語的家 旁邊的那個工作坊繼續 把這些製造過程 然後他的這個下水典禮 還有那個漁州的集團 就是一個一個集團的 各方面的一種祭典 他都一五一十的 全部把它錄下來 那寫在這本呢 Illustrated 這個這個 這個東西 這個圖符 用於是照片集 那是非常珍貴 珍貴呢 就是說現在呢 我們在台灣也買不到 聽說在日治時代已經 已經絕版了 絕版之後 在日本的Malzen 書籍重新再版了 在英文版 這被歐美國家搶購一空 現在連台灣都買不到 很可惜 但是我們圖書館還有 就是非常精美的一個照片集 等於說他的物質文化的 全部的一個過程都錄下來 我現在按照我自己的順序 給各位介紹 因為我隨便講 有時候沒有條理 就是說他自己是 只活了37年 38年 那就已經 就完全離開人世 那他為什麼 我先講他的結局 然後講他的學術 這本書的事情 他38年 他本來是去 去世的前幾年 被陸軍派到菲律賓 整理的菲律賓國立大學 跟菲律賓的博物館 有關南島民族 我們現在是南洋 就是南島民族的 這個人類學還有高普學的一個標本 跟那個所有的論文集 他自己做整理 因為那個時候 菲律賓是日本的佔領下 佔領下都是成立一個軍政府 military government 軍政府 軍政府是有一個 一個日本人的一個管理人 那下面呢 他是研究員 整理之後呢就回來 然後最後就是在他38歲的時候 再度調到這個我們沙巴 菠蘿州的北邊的沙巴 沙巴是屬於馬來西亞的一個領土 他是去的時候是什麼身份呢 就是陸軍專任諸透 第一次到菲律賓去整理這個科學局 國立大學的那個標本的時候 他是竹特 竹特就是我們相當於這種 非專任的一種聘僱人員 那專任竹特是很高 是相當於文官的高等官 那高等官各位的知道 也是他們文官有兩種 一個是高等官 一個是普通的一個 叫做我們詳細不談 高等官等於是說什麼呢 就是一個台北帝國大學的教授 也是高等官 高等官三等 就是出去出差做學術研究 可以做教子的 幾乎是部長級的一種 那他到菠蘿州去做民族調查 因為菠蘿州沙巴的地方 已經成立一個軍政府 司令官還有司政官 下面是做那邊的民族調查 因為已經佔領了 當然是對於民族總是要調查 他本來是 他當時的情形 很多人不願意接受這個工作 就這種派遣 他因為喜歡 很想趁著這個機會 研究南洋過土著的東西 所以他 他專業主導是相當於陸軍上校的介意 那我這本書裡面 這本書 日本在版的時候 不只是他的原件 剛才那個小本人的原件裡面 還包括我自己的中文譯著的註解 還有照片 我的一種對於他的評價的文章 還有其他各方面的東西也通通收在裡面 所以變成稍微兩倍大 這本書跟我的中文譯著差不多一樣 就是只多了一篇文章 就是這個出版社的社長 請陸尾宗雄的太太 靜子 靜子夫人 寫邊一個最後的感言 他這篇文章裡面我想 把它翻譯出來 在我們的新版 這個第九刷 就是第幾刷 我就放進去 就是說他描寫的時候 當初怎麼樣相親 相親的時候 以前都沒有見過面 透過人來介紹 他就回去了 那陸尾宗雄可能是一見鍾情之下 就把他這個高等學校一篇 還有大學期間的那個五篇 一共加起來六篇文章 做成的簡貼簿寄給他 所以這個策略 我們幾位男生特別要模仿一下 就是把自己的這個 能夠發揮的淋漓盡致的東西 寄給相親的對象 我相信一定會成功 當然是陸尾夫的這個鏡子 看了這個年輕人 是很有敏銳感性 智力很高 就這種很誠實 對山這麼虔誠的這個人 當然是以後是變成一個很好的丈夫 那當然一見鍾情人 馬上姻緣就注定了 有這樣的故事 他這裡面要寫 他最近我現在要給各位說明的是說 最後一段文章 文章他怎麼寫呢 就是說記得他要沙巴 就是要一去不返 他也不曉得這一次他送他出去 他變成最後一次見面對不對 完全離開人世了 但是那個時候不曉得 他就是帶著那個很大背包 這個陸尾忠雄這個人 跟違反了軍紀 一般的軍紀就是說 如果你穿去制服的話 從頭到下面通通是不能夠改變的 一定要戴軍帽 戴軍刀 然後軍服 還有這個什麼都是一樣的 陸尾忠雄在到菲律賓 還有到沙巴的時候 這兩制的這個 陸軍派去的時候 他不戴軍帽 都戴那個Safari hat 就是一種我們新加坡在哪裡 馬來西亞看到的一個 一種西方的探險帽子 有沒有 口言圓圓圓的 那個是Safari hat 然後下面的酸軍服還戴軍刀 然後把他大背包放在那個 嬰兒車 嬰兒車上 當時就有一歲跟兩歲的小孩 一歲的小孩是他太太憋著 小孩兩歲了就帶著走 要推著嬰兒車 嬰兒車上面就是陸尾忠雄的 這個大背包 當然應該要出去 很多東西要帶出去的 推到火車站 沒有想到 已經去火車站已經三次了 因為去了之後又說 飛機停飛 那個是暫時有這種情況 那最後一次就是 沒有想到第三次了 他真的是有飛機可以搭 飛到台灣停下來 然後再飛到沙巴去了 那就最後一次見面 把那個 他說我把陸尾忠雄 心愛的人的這個回憶 永遠收放在我的心上 就是他的最後一篇文章的一個題目 就這樣的 非常感人 現在講陸尾忠雄 還沒講到這個介紹 山雲女翻人之前 我大致上把他的學術 我們當然有看到照片 他說 他是這一個 繼承從日治時代 台灣勾讓以後 經過明治大政招呼 以前有幾個學術探險家 大家所知道的 是異能家居 鳥居籠帳 深守住之 還有田中安頂 好多人 這些學術探險家 都不是教授 也不是哪一方面的人才 都是一種自願到台灣來做學術研究的人 我就把它稱為智士 好像是我們革命革命的起義的智士 那意思 智士這兩個字來形容 因為這個陸尾忠雄跟以前的人 有一點不一樣 像參佐治、異能家居 他們都是跨越不同的學領域 比如說鳥居 或者是明治治、考古學方面 還有國方面的 很多人都是跨越很多 但是他跨越的範圍很大 剛才影片上有注意到看到 他本來是昆蟲學的專家 那後來就是他的那個博士論文 就是我們雪山地雷 就是地雷是主要的靈脈的 一個動物地理學的研究 但是你看看這個學科 我們現在聽起來好像很頻繁的 但是當時的日本 當時的學術界 水準跟現在不一樣 所以東京大學沒有辦法接受 沒有能夠審查 有資格審查這個論文的教授 所以他不得不拿到京都大學 剛才影片上有京都大學 而京都大學看起來好像不起眼 其實京都大學 很多地震學的後能方面 都是全國最優秀的 你從那個幾個樓房 是看不出來的 那他提出來就通過了 他是呢 他34歲的時候 他38歲失蹤對不對 34歲的時候 已經拿到PhD了 拿到博士學位之後 就是暫停把它自然科學研究 把它暫停 然後轉向這個 人文科學方面 就是 先是考古學 就是史前考古學 民主制 尤其是台灣原住民的物質文化的研究 我們這個學術研究 當然是沒有時間講 如果講了兩個三個之後 都講不完了 我們現在不講這些了 就是說 他就誇越這些不同的學科 最佳的模範 然後呢 他因為轉向民主考古學方面的研究 犧牲了生命在那裡 然後就 以後就沒有再出現 這樣一個 綜合性的 學術調查的人才 所以我把它命名為 台灣最後的 學術探險家 台灣最後的 綜合性的 學術探險家 這是我給他一個稱號 我們是以這個稱號來紀念他 我在很多學校講這些 在日本呢 兩個大學演講這些事情的時候 很多在座的那些日本學者都同意 所以我覺得還可以的 就是說 我們給他稱號 日本人都沒有反對 都是覺得這個good idea 是這樣的 那他是怎麼樣死的 我現在就介紹一下 他是這個 戰爭已經非常 已經戰敗了 那個 狀況已經發生了 在 人家 在12月幾號 那個中戰的時候 那一天是 軍方已經接到 接到這個 大本營的消息 在那個時候 就按照規定的時候 已經戰敗了 所有的在分散在各地方的這些 不管是軍方人員 或者是委託的 竹頭人員都要到司令部報到 他不知道日本戰敗 但是聽到說要集合 他帶著四個土豬 什麼豬啊 我有點忘記了 從沖林那邊 趕回這個 叫做什麼什麼 什麼地方的司令部報到 結果就失蹤了 這失蹤一直到現在 就是沒有人知道 但是我偶然找到一個線索 我的線索來源是兩個人 一個是國分之一 最後留在台灣大學 留下來教四年的一個考古學家 他在四年前去世 然後把所有的資料 還有文件文稿 通通送給台灣大學 我們舉辦一個國際研討會 我也是做主持人 我是給他介紹這個事情 然後另外一個人是Kaneko Erika Kaneko Erika 是一個奧地利人 他嫁給日本的音樂 音樂指揮家做太太 他本身是考古學的家 那個Kaneko Erika Erika就是他奧地利的名字 他Erika說 他的老師 海內格爾蘭 海內格爾蘭 非常有名 東亞的考古學 關於東方的考古學 第一把交椅的 Kaneko Erika說 他有一天 接到一個 湯姆哈利森的 他的一封信 湯姆哈利森是在 陸尾忠雄在菠蘿州 在聰林在調查的時候 然後 這個英國人 英國人生物學家 主動 就是參加這個 這個軍方的工作 他做敵後工作 他的基地是澳大利亞 然後呢 就以這個散兵的方式 到這個菠蘿州的 日本戰力區的後方 來收集這個軍事情報 再一個等於說 一個對手 那這個 湯姆哈利森對這個 海內格爾蘭博士講 說他聽到 土製的一個人 給他講是說 喔 那個時候我跟 這個 陸尾忠雄一起 這個走了好幾天啊 這個第二個聰林 要到某一個地方 遇到一個日本憲兵 各位要知道 現在憲兵跟 日本的憲兵跟現在 我們一般所認識的憲兵 憲兵不一樣喔 日本憲兵是另外一套 是管那個軍紀的 這是一樣的 但是那個權威啊 有點 現在沒有時間談 比較怪怪的 他憲兵啊 就叫做你為什麼 遲到 為什麼不趕快 到本部啊 司令部啊報到 他可能是跟他理論啊 在民治學調查 當然是根本沒有這種 軍方的那種 使經概念 然後上下的命令 他不一定有 不理罪套的 可能會引起精子 他是被用木棒活活打死的 所以陸尾忠雄是活活被憲兵打死的 這個消息呢 那個 Gerlen告訴Erika Erika告訴日本的這個學者 國分之一 國分之一在告訴我 我認識國分之一 他來這裡 在蘋果族調查 我都是給他在一起的 那他在講 這是唯一的一個線索 其他人呢 都還是不曉得 他們哈里山呢 後來就變成一個 古晉的一個博物館館長 古晉是什麼呢 就是那個 就是沙巴的南邊的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博物館 就收集文物最多 他是第一任的 那個館長 本來去軍方這個 遺獲工作的 英國人還沒進來以前呢 本來日本的軍方啊是指定 陸尾中最當 古晉 古晉是一個大城市了 古晉的一個博物館館長喔 假定如果是他 就任這個館長的話 他不會死掉 可能是他活到八九四歲 不一定 就是因為他喜歡 想做田野調查 我做博物館館長的話 就不能離開嘛 所以呢 他沒說 結果他死在這個聰林裡面 這個阿湯巴里山 這個戰後 變成第一任的 首任的那個館長 有真愛經過 我們就說 替這個 這個 陸尾中雄啊 嘆喜 因為是命運了 對他這麼 命運安排 是這麼 對他這麼殘酷 就是這個英年之差 那專任主導他也可以拒絕 因為他可是 他也不是軍方的人 我我我我 很多人拒絕 像宜日明很有名 全靜義 日本東京大學的 他這個人很有名 就是因為他拒絕了 所以繼續研究 發表演 都變成第一把教育 如果全靜義 如果答應去的話 陸尾中雄就不會去 陸尾中雄76年前 如果沒有失蹤於 這個南石之星下的熱帶 沖林裡面的話呢 現在 或者戰後多少年以後啊 不管自然科學自然史 或者是 史前考古學或者民治學 或者是台灣原住民文化 各方面 各方面的領域啊 他是日本人公認的 不只是我講的喔 日本人還有美國人也在 還有那幾個美國人也在講喔 他是各方面的學科裡的領導人物 他們是這樣講的 我令人感動 我們失去了這麼一個很好的人才 連外國人 澳地人 美國人 日本人都共同稱讚的人 好不容易有這個影片 做一個簡單的側面的介紹 這個影片呢 結果呢 日本人搶購一空 大家都買 有的人向我要害我 我虧了很大本 我花很多錢 這個送這個送 哇 其實那個國書館 是給我一個優待 但是還是很 花很多錢 口見人家就好像是經過76 他死了已經76年 76年前還在活躍的這個人 我大概已經把他忘記了 現在還在懷念 買他的影片 買他的新的書 這時候也變成暢銷了 這個暢銷了 大家都知道有很多人寫信說 你增加很多東西 原著我都沒有他的那個 那個調查的路線圖 還有台灣的花鳥 各方面的很好的照片 我們的中文都有 對不對 有那麼詳細的介紹 我還寫一篇文章 Totai Putin 跟阿美將 他的這個非常令人 懷念的這個故事 而且日本人非常感動 就是說 剛才最後一句話就是說 凡是留在台灣一些重要的足跡 不管是學術方面 其他方面 這些人已經去世了 這些人是外國人 不要管他 留在這裡 都是我們台灣人的共同的財產 文化財產 文化資產 這一點就是我自己的信念 然後現在講這個 他這本書的介紹 這本書是為什麼叫做 為甚麼 因為他是寫 剛才說了 他是相親之後 把這個 一個檢貼簿 送給這個第一次見面的 第一次見面 他就帶到東京的市區 給他買了好多 包括韓倫巴古 那個時候韓倫巴古就是手提包很貴喔 我們現在也是很貴啦 巴黎的什麼地方 Gucci什麼都很貴對不對 我們不管他 以前是很貴 他是用Liga Liga 以前照相機 德國的LiKA LiKA的攝影機 就是像那個 那個 那個余洲的那個拍攝 那個 這個先生 他是有 差不多有十棟房子 店面租給人家 他賣了兩個店面 換了一個 很重要的LiKA 口見LiKA很貴 這個LiKA 墊下來 然後 借一點錢 來買這個皮包 送給 剛剛第一次見面的女孩子 你口見了一見通情 如果是當天沒有送禮物 各位小姐要特別注意 可能是還不到一見通情的程度 要加倍努力了 以後的發展 題外話 就是說這樣的情形 他 他這個要出版的時候 他出版的就是 太平洋戰爭爆發的四個月前 他跟那個 這個靖子說 他煩惱 我自己以前在台灣登山的這些文章 寫的東西 不曉得要去 弄結局 成一本書 用書名 大太子說 我看了之後 你看了六七篇文章 我記得你只有三個主角 山 白雲 跟原志明的 這個 Pota或者 裴東尼 爬山的人 三個就是 Yamato Kumomo 與山 與白雲 與原志明的 我們這三個主角 互動的 一個經過 所以這個 變成書名 非常難得的這樣書名 這書名有點怪怪喔 我們現在不管是中文 連日文都覺得怪怪 有點好像 這個好像文章有問題 不過變成很能夠很真實的描寫出來 那我現在就說他這個人是本身是一個天才是沒有錯 他自然科學者 所以呢 我們一般寫賞文 尤記 或者是記型文學 都是寫得不好 我們賞文很容易寫 或者登山的紀錄很容易寫 大家寫 但是呢 要寫得好 就是真難 第一點就是說 我們一般人寫文章 就是把一些外界的東西 都給他描述 羅里羅說 甚至我們登山的人 他昨天晚上吃了一大堆東西 然後買一個人晚上都沒有睡覺 這些根本無關的東西寫一大堆 當然所以很容易寫 但是要寫得好 就非常不容易 第一 這個羅里宗雄呢 他天生有一種是爆炸性的行動力 就是說 你現在的高等學校等於高中三年級的同學 高中三年級 我們現在很多高中的學生去爬山沒有錯 但是在那個時候 跟現在不一樣 沒有 沒有那個詳細的登山地圖 也沒有那麼多 也非常危險的狀況 很多山地的資料 沒有像現在這麼 大家都說網路上可以 全部都可以查出來 以前沒有 所以能夠在高中年齡 或者是大學一年級 一二年級三年級的時候 有的時候是75天 一年75天去爬山 有一個是100多天 連續爬山 比如說一個75天 剛才土太不天 剛才我們照片上有一個叫做一號圈鼓對不對 好像一個大碗的碗底一樣 那個是1號圈鼓 1號圈鼓 1號圈鼓斷糧八天 所以他們 他跟那個阿美族的這個阿米講 就是土太不天 兩個人八天就是 你糧食的不夠的話 要下山再拿再來回來 所以已經可能要花一個禮拜以上 來不及 所以每天都是屬肉 因為山地啊 山地的那個很多老鼠對不對 跟我們家裡的老 我們家裡旁邊看到的老鼠最好不要吃 不衛生 在山地還是很乾淨 跟我們的不衛生 人住的地方是不衛生 人沒有住的地方比較衛生 這個理論講得通喔 比較衛生的山上的老鼠 煮熟肉 他為什麼能夠有熟肉之後呢 要做標本 做標本做什麼樣 就是肉拿掉啊 皮啊 跟什麼東西 皮毛都要保留 要用那個什麼什麼東西 荷蘆巴鈴啊 怎麼樣 就做標本對不對 那塞著棉花進去 所以這個肉啊 當然是本來是應該丟掉的 來吃 這樣一個艱困的那個 他都是繼續下去 這個是等於說他有 有很好的體力 有很好的那種 一個心理的上準備 所以一季啊 兩個月或者一個月 連續幾天啊 走山路都沒問題 就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 他有比一般人寫散文寫 郵寄寫 寄行文寫的人 更好的特徵是什麼 他是本身有豐富的知識 他對自然科學方面 當然不用講了 就是他也斷定說 我們的雪山那邊的鳥啊 是喜馬拉雅系統 喜馬拉雅系統 而為什麼能夠馬上說 看這個鳥就是不是哪一個系統 我們一般人不一定注意到 比如說我們蘭嶼去看到 這個鳥被橡皮蟲 他就是說這個橡皮蟲啊 是新基尼亞的產地 原產地是新基尼亞 新基尼亞一直到菲律賓都有 這是大洋制的系統 我們雪山的鳥是 亞洲系統 喜馬拉雅沙漠的系統 我們台灣本島跟這些里島 就是說南嶼跟那個綠島 完全不同系統 原來在高等學校等於說高中三年 就已經寫出論文了 論文寫在這個校刊 校刊名稱叫飛翔 不是 翔風 飛翔的翔 然後風吹 風吹吵動的風 翔風已經發表這個 Alfred的Wallis Line 據說 大洋洲和亞洲系統的分界線 本來是從巴厘島 我們很多人都去過巴厘島玩 巴厘島的東邊有一個龍目島 龍目島 這個海道 這個水道 伊北 把這個Celibus島 現在叫什麼島 名稱好像有改 Celibus島的左邊 跟波羅洲島之間 這個通過 本來是華萊士是英國的 動物蒐集家也是動物蒐集家 很有名 他寫了一本書叫做 La Marilla Archipedago 對不對 南兩隻島治 裡面他說說 這個動物 有種類不一樣 界線分明 那有一個叫Meritor 一個植物學家 把他延長到我們菲律賓 帕拉旺跟那個呂頌島的中間 這個是 這個是Meritor修正線 那魯偉忠雄呢 把修正線在延長 向北延長到什麼地方 從這個我們呂頌島的左邊 彎到北邊 然後就 往北上去 就是通過台灣本島跟兩個呂頌島之間 這個是Canos Line Canos修正線 高中三年級 然後繼續把集大成是大學二年級的時候發表 那非常不簡單 我們呢 就這樣一個人 其實有很充分的知識 他在雪山調查的時候都住在我們現在Skaiosia 就是現在叫做環山 環山就已經研究我們的櫻花郭文貴 以前不叫櫻花郭文貴 就是一種沙拉茂尊 或者是雪山尊什麼尊 對不對 大甲尊 它是可以說是昭和九年 1924年 就全台灣第一次發表 這個櫻花郭文貴的分布與生態的論文 世界第一 因為這種亞洲大地方 有這個冷水分布在台灣的高山溪流 這個是所謂冷水 冷熱的冷 冷水一個分布的南線 最早發表這種生態的論文 就是它 比大島這麼滿 早一年了 就是非常不簡單 有這樣的豐富的知識 當然是他寫的東西就跟著不一樣 這是豐富的知識 第三點就是說 他自己有敏銳的感性 為什麼敏銳感性 就是說我們呢 很多碰到什麼事情 喜怒哀樂 或者是哪裡的天上白雲 就好像平淡無奇 有黑雲可能是下雨 這個白雲有高級雲 是怎麼樣 天氣轉好 我們就是一種common sense的範圍裡面 但是他雲 這個黑雲快要下雨過方面 對他的心裡有很多影響 讓大家有時候感到不安 或者恐懼 或者喜悅 或者高層雲 哇天哪已經非常放晴了 怎麼樣怎麼樣 天空笑嘻嘻的 這樣形容好像就把自然物 當作一個我們自己的人 一個感覺一樣 所以是敏銳的感覺 就是超過一般人 我們舉一個例子 很多人去過火安山 火安山各位都去過 火安山寫的郵寄 大部分是怎麼樣 喔 雪景好漂亮喔 我們在打雪戰啊怎麼樣 但是這樣夠嗎 很多人說 宏觀溝路好漂亮喔 那個山好綠喔 水好清喔 那個就是平淡無 那種形容詞 簡直是你講一望字 人家不會感動嘛 對不對 山南雲好美啊 這個有什麼用 就是說他能夠用逆人法 逆人法就是你人 國語我都不知道 第三聲啊第四聲啊 逆人法就好像人一樣 就是說給這個萬物啊 給他一個好像一個人性化 好像是一種人的一樣 這個一種文章的修辭學的 裡面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他有這樣一個很敏銳的感性 能夠心靜合一 心跟靜就是我們的外界的事物 能夠把它連繫起來 就是一個很有能夠 牽引這個萬物的東西 牽引他的心思 牽引他的這個感情 所以他變成了好像是一體的東西 這樣一個非常高超的一種 一種對自然的欣賞 他能夠寫出來 然後最後就是說他能夠 就是繼續把那個自然物 當作自己的朋友 尤其是我們的原住民 就是說很多人說 原住民破塔 他體力比較好 我比較重的東西給他揹 如果是這樣感覺 就是永遠是沒完沒了 沒用 那就是二分法 他是他 我是我 就是二分法 自然是 那時候自然是怎麼樣 我們是有靈性的動物 萬物之靈怎麼樣 這是二分法 二分法最要不得了 他打破這二分法 人與這個靜 人與這個動物 這麼親近 動物的那個鳥 各方面的 他細細的觀察 觀察力超強 就是他第四個特徵 超強的那個具體的 很仔細的描述 描述的這東西 跟自己的反應都寫出來 心靈的反應 這個才是一個文章 最高級的一個做法 那最後把它寫出來 果然是轟動 那我其他細節 我是看了 因為我要引用 引用書 我寫在這裡 我已經把書裡面的東西 抄在這裡 念給各位 來一起來研究 他寫這技巧 我把它命名為一種 技型文學 技是我們 那個技是師字旁的技 不是岩字旁的技 技 行是行動的行 技型文學 我現在順便來介紹一下 技型文學是屬於reportage 報導文學的一種 所謂報導文學 我們中國大陸 中國就叫做報告文學 日本叫做報導文學 道是道路的道 字不一樣 但意思差不多一樣 報導文學 或者是一個技術文學 技也是原字旁的技 實事在在的詩 技術文學跟我們一般的 這個fiction 這個虛構的東西 我們小說是fiction fiction 一定要虛構的人物 比如說林大毅 賈寶毅在談戀愛 都完全是虛構的 這個nonfiction 這個fiction是這樣的 我們的報導文學是nonfiction 加一個non-fiction nonfiction 他們在外國也就叫fiction novel 也就叫fiction novel 但是fiction novel 美國這個方式叫的不太合適 就是說非虛色的東西 所以這個文學呢 一定要實際的東西要報導 不能夠虛構這個第一個原則 你不能虛構說原住民突然拿刀 要殺到我這邊來 我馬上躲開然後怎麼樣 這個就虛構了 根本不是這樣寫法 一定實在在鳥怎麼樣 然後再跳躍 然後這個原住民的同伴唱那首鼓搖 然後吃鼓搖多麼好聽 他就描寫 這是完全實實在在的東西 這是具體的東西 然後比如說我們的戰地文學 也算是non-fiction 也是一種報導文學 比如我們戰爭啊 越南戰爭啊 看到怎麼樣很殘忍的一種人與人之間的一種 屠殺的事情 我們有感而發 這個是很好的戰地文學 或者是戰爭的日記 或者是什麼 這些東西啊 就是一定有實在在的東西 但是這個所謂報導文學 跟那個歷史小說又不一樣 歷史小說啊 比如說我寫的唐太宗怎麼樣 那個是那個高漢族怎麼樣 項羽怎麼樣 這個是一種蘇馬遷的史記 那個就是屬於這個是一個是 他是一個歷史小說 我並不是說蘇馬遷在寫小說 當然是蘇馬遷的十歲就開始 古古典二十歲的大江南北在走 他是一個地理探險家 蘇馬遷是地理探險家 所以他能夠寫一百三十卷的 那麼好的 那麼動人的一個史記 比如說項羽本記啊 鴻門之怨啊 我就白讀不怨 就是非常好笑 這個歷史小說 我們的這個報導文學 是不能夠 不能夠一個虛過什麼東西的 但是也實在的東西 能夠寫之能夠那麼好的一個 一個具體的描寫 能夠牽引我們自己的想像 牽引我們的一個感情 讓我們與他的文章 與他對寫人物啊 共同一個共鳴 這個是最大的一個報導文學的一個 他的作用 能夠是好的作品應該有這樣 那麼鹿野中雄是有這樣的一個功力 這個功力已經達到了文學的層次了 那現在有舉一個幾個例子來講 我們首先呢 剛才說說他的方法 你能換 時間到了嗎 不是沒有 我還沒開始呢 哈哈哈哈 糟糕 我不小心了 講那些 OK 我就把這個 很多 我念幾句了 比如說 天空笑嘻嘻的 出現了蔚藍色 那使我久職的心被解放出來 我每天等著天氣犯情 但是住在所每天在那裡 睡著榻榻米很悶對不對 突然在那放晴了 天空好像對我這樣笑嘻嘻的 是我在笑嘻嘻 不是在天空笑嘻 天空怎麼會笑嘻嘻 他天空笑嘻的來襯托是我自己心靜的 非常高興 我能夠出動了 不要每天要睡在榻榻米上 我馬上可以行動了 這樣的一個形容 很多東西都是以這個 理言化的手法 是說 白雲無心的從森林升起 我的心就像回歸到安祥的故鄉一樣 那看到白雲好像我自己已經回到故鄉 白雲無心的在山上飄動 然後我就好像我自己也回到我自己的故鄉 很多的山區深藍 笑容盈盈的 種種的一種 還有用很多的色彩感 這個色彩我們一般人都是做不到的 比如說我們大家都知道 或者是神秘的細造什麼東西 或者是金黃色早上朝陽照色之下 山的都是變成橘紅色 大家所知道的 那麼雲海也變成橘紅色 但他用了很多顏色 比如說那個是深藍色 蔚藍色 孤藍色 綠色系統 碧綠色 青綠色 還有土耳其 土耳其石的一種 一種天藍色 用60種的顏色來描繪 他的看到的自然食物 大家就知道我們的專業人 也知道很多種 我們一般人知道顏色是十幾種而已 但是他竟然用60種來描繪各方面的 不管鳥什麼東西 比如說我們五色鳥 大家知道五色鳥 他就分析了 有紅 藍 黑 還有這個金黃 翠綠 五種顏色 然後這個很多羽毛 他都不同的羽毛 用不同顏色來描繪 所以他有自然具體的 自然科學的一個功力 還有他非常好的一個敏銳的感覺 這個描繪 我最後就說明一下 比如說我們大家天氣要變壞了 他用雲來寫 我念一遍 就是說白雲增腾 白雲好像慢慢的增高增腾 接著又冷又濕的霧氣下降 好像有點變化了 接著是雲木照下 好像照下來 然後視野幾乎是等零 那烏雲 黑雲開始抖落雨點 那最後狂風驟雨已經來襲了 那據說一個自然變化 用這幾個簡單的這幾個自然描繫出來 這個就是他的功力 他有自然科學的一個根底 然後在爬山很多做自然觀察 他對於原自民的描述他小動作 剛才說的一枝辣椒 然後怎麼樣輪流吃 然後很多人口水都有沾著 但是呢因為入鄉隨時 你要跟原自民這樣 不能說哎呦那個不會生啊 哎呦你們坐遠一點啊 這樣的話你永遠交不到朋友 但是說人家怎麼樣 好多人口水已經沾著那個辣椒 我還是一樣的跟搖搖 要忍耐忍耐忍耐很重要 就是說很多人的變化 對他影響的心理變化 原自民的一舉一動 比如說原自民抓到一隻羽毛 把他用點火燒一下 然後吹口氣 這是一種我們打獵 忘世如意吉祥的意思 那這樣一個很小小的動作 他都描寫自然 這個就是報道文學的最高層次的一個 我們很多人不曉得 這個作品就是報道文學 如果大家不知道報道是什麼東西 是什麼樣子 你找一個例子 這就是一個例子 陸偉忠修呢 三雲女翻臉 就是報道文學的節奏 我們時間有點不夠了 如果沒有換電影的話 我請客再可以詳細再說明 那今天留五分鐘 給各位至少兩個 兩位提出問題 我馬上可以回答 請 非常謝謝楊老師 那麼我們真的把握時間 因為時間已經超過一點點了 大家要不要趕快幾個問題 請下 如果馬上提不出來 我們散會之後再提出來也可以 歡迎 要不要再現在一個 有沒有任何的那個疑問想要請 好請 可以說他的爸爸媽媽對他就是這個 就是他高中就過來台灣念 然後再回去 然後接下來又都在做爬山這些觀察 就是他爸爸媽媽對他 他好像沒有任何報導 以前的家庭 跟台灣也是一樣 都是管了很多 現在比較開放 那個時候竟然讓他隨心所欲的去走 可能是已經知道這個人了 無口救藥 無口救藥來回答 我們這個年輕人 要怎麼樣 作為爸爸媽媽 我也是做過當過爸爸媽媽 我現在主婦級 管太多反而不好 讓他去奮鬥 其他如果有什麼問題 我們等一下 這邊說 不然 最後一個問題好不好 好 來 這個機會很難得 不要客氣 任何問題 沒有相關的問題也可以 任何問題都可以 來請 你好 我 蛤 最開始爬山的原因是什麼 這個 這個時間會當然很多 你說來話長 我們是 早一輩的人 那個台大那個時候 根本沒有登山社會 外界也沒有什麼登山組織 只有日本留下台灣三月會 只有一些士生 士生是有錢人 偶爾去爬爬 觀音山什麼之類的東西 爬高山是比較少 我們那個時候 還沒有這個登山團體 登山社團 為什麼要登山 我剛才在車上跟馮教授講過 我就是說 偶然機會 因為我身體 因為我生病 人家要 外國醫生要我開刀 我 我 我沒有去開刀 結果救老一條命 他說好 很多人說 你 脊椎有問題 胃病有問題 生病了那麼多年 瘦巴巴的 你去運動運動吧 我就聽了人家話 去運動了 運動之後 然後第一次報名 要爬高山了 大午山了 人家說 我要報名 大午山 你說 你有沒有睡袋 我說睡袋 睡袋是什麼東西 因為我沒有看過睡袋 有睡袋 只有兩三個人 什麼叫做睡袋 爬山要用睡袋 我以為是睡袋 不是睡袋 那麼 後來就已經上癮了 就這樣 謝謝 有點辭不達意 謝謝楊老師 我們熱類掌聲 再謝謝楊老師 對 那麼如果 等會有什麼任何問題 想要可以 私底下再請教一下楊老師 好